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不用揉面不用擀皮就能做的小笼包 皮软卸香 孩子一吃能吃好几个 现在准备300克面粉 加3个酵母 把酵母和面粉混合搅匀 210克的温水 少量多次的加入 最后搅成这样比较干的面糊 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做花椒大料水 加入温水浸泡10分钟 浇药的肉馅倒入大碗里 加入食盐五香粉鸡精 适量的生抽 少量的老鼠上色蚝油 来调一下味 然后搅拌均匀 浸泡好的花椒大料水分三次打入肉馅里 每打肉一次都要顺着一个方向搅匀搅透 最后搅着像这样粘手上进 加入切好的葱姜末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把肉馅和葱姜末搅匀先放在一边 再来处理一下配菜 锅里的水开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放入芹菜焯压水 放入食用油颜色更翠绿 焯好水的芹菜再灌一下凉水 挤出里面多余的水分切成水丁 切好后放入馅里搅拌均匀 这里的配菜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 这样馅料就调好了 现在天热只用了20分钟面就发好了 拿起来放到面板上 面板上要多撒一些干面粉 把面团向两边拉长 切成大有相当的小面剂 把面剂的两面都沾上干面粉 用手按扁捏成圆形 包小笼包的皮不用太薄 在中间放入调好的馅料 把它包起来 小笼包的面比较软 能包上就行 包好的生培放到蒸笼里 在两个生培中间留一些空隙 凉水上锅 水开即时蒸12分钟 关火焖3分钟 松软馅香又好吃的小笼包就做好了 不用揉面不用按执行发 省时又简单 外皮特别的炫软 馅料馅香 大人孩子都喜欢 喜欢的朋友就舒畅起来试一试吧 感谢支持